大家好 这比赛压力还真是挺大的 我现在都要去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了 你知道那个正念冥想吗 就是让你盘着腿坐在那 然后打坐一个悠扬的音乐 一个磁性的声音 倾听你的呼吸 但我发现有一个悖论 就是你越焦虑 你耐心也越差 我现在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 我都要三倍速 就没有那个耐性了 我说你一到时候说话 想说不定赶紧的安慰我 我放这个音乐 你能不能买个会员的片头水 给我跳过去 我现在听的版本 跟你们都不太一样 你们听的是 放松你的神经 我倍速之后 我听一软 我听一说唱 放松你的神经 打开你的心灵 此刻你会再是你自己 是吃上边的蜻蜓 没有耐性了 我很久都没有完整的 读完过一本书了 你们还阅读吗 我都是去听那个 三分钟 带你读完百年孤独 这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福利 我感觉 颠覆所有说书行业 说书现在有这么个效率 忙我成什么样 台底 糖糊了再吃了一半 他也拍板了 好 随唐演绎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15分钟 是咱们这个四大名著的串烧 而且我也大概了解 全国每年能够读完百年孤独的 也没有多少人 但那个视频的播放量 126万 我感觉马尔克斯知道 得气着穿越回来 好小子 你概括能力挺强啊 我这一百年的孤独 你三分钟你给我解读完了 跑去拍摆他的肩膀上 马老 您也别着急 我这还开了二杯素呢 他三分钟解读他的 我一分半吸收了 而且您也没什么可不平衡的 短视频的时代不服 您也可以拍啊 这自我介绍稿 我都给您写好了 我是拉美的 拉美哥伦比亚的 我们西班牙语这么说 孤独叫做solo 尤其是这一句啊 注意一个字不许错 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补充营养也能二倍速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一分钟 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 也是咱们马老的作品啊 纽约时报评价为 全人类最伟大的爱情小说 就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恋 一分钟也给你解读完了 我感觉就在这么一个时代 我概括您的能力 现在也很强啊 我感觉我都不用一分钟 我用一个感叹词 就能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 读完了 挺好嘛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 会不会咱们身边进步最快的 很有可能就是这帮短视频的博主 因为你想啊 书是他替咱们读的 电影是他替咱们看的 祖国大好河山 他替咱们去的 恨不得波比跳 他在家里替咱们蹦的 云体验的时代嘛 很多事情 我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了 刘庚红健身操最火的那会儿 我也是拿着包薯片对着电脑 你这核心得收紧 还有那什么mbti 就测那个16型人格 就需要用那个东西 来替咱们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 其实我就捋了一遍 那个16个人格 我就感觉有那么点不靠谱 因为有时候你这性格测试 你不能说测出来的 所有人都是好人 你这测试人性中的缺陷 你不是说你是守护者 他是倡导者 有能的 你把那家暴狂 你给我测出来 你就出一个结果 您是全球只有1.5%的 控制狂加家暴狂 快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还有每一种人格 都有自己的那种历史人物 玛丽联盟录 爱迪生 比尔盖茨 我说 你给比尔盖茨做题了 他在那开着董事会呢 你敲敲门 忙着呢 茨 我这有126道选择题 比尔盖茨忍着怒气 要么做完了 你晃上那结果 说出来您都不敢信 您竟然是个企业家 这也不巧了吗 坦实讲 其实我也老感觉 我自己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 我经常幻想 自己老态隆重的样子 到时候我去看病 医生满脸的不耐烦 说交了多少次了 还是不会用元宇宙挂号 医生都是10后15后 说啥我也听不懂 在我病例本上 写上大大的DHS 我心想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瞪眼 多喝水 看不懂啊 我躺手术室里了 大夫不慌不忙 点开了三分钟 教你学会心脏搭桥 大爷 别着急 我一分半就能吸收 接下来我同步来 接下来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 一个老无所依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球行业 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 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直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 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 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 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 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 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 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说你了解 我们公司的这个夜生活 和九文化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 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衰老的 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波人 比那波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 这不可能平衡的 不能说我这边 还自理更生了 他们那边 已经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团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 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 就互空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 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 两个人瘫了 两个人没瘫 那没瘫哪儿 怎么着每天 做饭啊 躺那儿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就白天给他们 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的 先给平上了 你不敢想 18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 徐慧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 童大爷又在那儿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这个小牛排 蛋总瘫在那儿 几分啦 这么说 我也想过 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给我一种 全新的情感体验 就是那是种 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 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 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 你爸发来的微信 聚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儿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 你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 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 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 早成亲人了 你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 某楠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你玩当 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啊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我说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就是90后 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深得我心 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的对呀 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那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是你思路 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 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 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就是孩子 怎么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空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 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吊在嘴里 没有一声啼哭 啪了一口吐地上 指着我鼻梁 你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终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佟梦兰 大家好 我刚才在上面 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像我们脱口秀演员 要是离完 又复婚了 是不是就该叫做call back呀 今天我们行业 其实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公司很神奇 就把所有的演员和员工 全都聚集在了上海 说是凝聚力会比较强 谁正想彻底凝聚住了 而且我们行业出问题 我比他们 其实是要忐忑一万倍的 就你们只要了解 我的从业经历就知道 我是经历过一次 行业覆灭的人了 我从英语培训行业 转行到脱口秀 才不到一年的光景啊 我心态跟他们就完全不一样 我心态跟他们就完全不一样 演出一停 他们说啊 不行了 我是啊 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而且我真耽误 我也不年轻了 我九一年的 我弟孩子已经七岁了 他还小名叫做菠萝 然后你知道 很残酷的 我叫他侄子 他叫我大爷 就那种时代的隔阂 他问我点问题用的话都是 大爷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说怎么 要听长征的故事啊 您那个年代的时候 有没有篮球鞋 有没有肯德基 有没有互联网 有一次我真急了 我说我到这哪个年代的 我说大爷 您不是那个 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的吗 我上一次去见波罗 是跟他一起玩 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 那就是我人生 最大的噩梦 因为你知道 带一个孩子 有多么的累 本来就应该是我弟 陪着他去 因为不是 他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吗 结果说临时有会 让我陪着去 我就陪着去了那一次 我就敢赌定 那天下午 我弟他一定没有会 我终于理解 为什么环球影城 那个哈利波特的项目 要叫做禁忌之旅 就是说给所有 带着孩子的家长听的 玩一次排队两个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甘心只玩一次 那天神了 那天从上午十点 到晚上八点 连着玩了五次 就无尽的轮回 就玩了排排了玩 是终点 也是起点 对 是终点 也是起点 太棒了 我感觉我得城堡里 眼离开端 就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要是咬着牙刚冲过终点 一扭头发领枪又响了 不能走 就这孩子 他是永远不知道累的 他永远不会感觉到疲惫 有时候我看着波罗我就琢磨 我说咱们国家 还研究什么新能源啊 这不就是涌动机吗 永远那么亢奋 说大爷 我要像哈利波特一样 骑着扫车 自由自在飞 我说你大爷宁可出去清理垃圾堆啊 太棒玩了 太棒了 就喜欢童谋的 哎呀 这 你们有没有感觉 真是 就像咱们这种打工的 但凡有着六岁孩子的心态和体能 称霸所有职场 因为你有着这个世界上 最旺盛的好奇心 最独立的人格 每天在公司里就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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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着个大眼睛 领导 您今天 怎么这么早就走啊 又是和王秘书一起 永远蛮横 就是你没有受到过这个社会的鞭斥 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延迟满足 你要的东西你立刻就要得到 谁能给你画饼啊 领导在年会上 公司早晚都是大家的 就你在那 不嘛不嘛 现在我就要 去年说好了 分红就没给 你不会受到任何的委屈 什么酒桌文化呀 你管它呢 大家都 端着个白酒杯 就你捧着个草莓奶昔 喝的鼻涕泡都是粉红色的 领导一眼而见也拍桌子 96年 我工作那会儿 比你们可苦多了 你嘟难个小嘴 我想听个新的故事 希望咱们都能够找回 小时候的童真和无畏 谢谢大家 我是童默南 谁来的 大家好 我叫童默南 我真是有点害怕 这种大型的比赛 因为我骨子里 其实是一个特别 胆小怯懦的一个人 这可能跟我的大学 有一定的关联 我当年的专业是英语 而我的大学呢 叫做这个北京体育大学 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 那真的是 连跳剑美操的都看不起我 我们学校就没有什么学的概念 只有练的概念 我第一天访校 我就感受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学习氛围 我们有76万平方米的校园 有一百多个国内外 在驰名的训练场馆 但是这个教学楼 只有一个 真是沧海一宿啊 我当年这通找啊 那种感觉很玄妙 就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学习 我也不太好意思问 我说那个教学楼在哪啊 地面说 同学 你去那里干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运动 校园里分泌的那种肾上腺激素 还有荷尔蒙的气息 运动中的呐喊 也是此起彼伏 只有我一个人 拿着本词汇书 哆哆嗦嗦 这abandon 北体有一个好处 就是塑造了我现在这种 谦逊温和的品格 有时候你走在一个校园里 发现自己谁都打不过 人也就不由自主 变得温顺有理了起来 真是人性的温床啊 那四年 我是一天比一天有礼貌 每天在学校里 就是嘘寒问暖 助人为乐 其他同学也很诧异 说这奥运会也过去一年多了 怎么这还有志愿者啊 在北体上度过了怯懦的四年 我就成为立名英语培训老师 教的科目叫做美国高考 就这个职业也经常让我感到惶恐 因为我要陪着我学生一起去美国参加考试 美国这个治安 可能你们也知道 就我跟我学生一起走在纽约的街头 真的是走出了一种羊肉虎口的感觉 因为我学生实在是有点过于天真和英识了 就那一身奢侈的品牌 从头到脚那夺目的大logo 然后拎着个箱子还是跟潮牌连名的 我真的吓坏了 我感觉那个流浪汉眼睛都开始冒绿光了 我说你这个普拉达的毛背心 要是不能防弹 你就不要穿了呀 你搞得老师很没有安全感啊 老师在国内现在设保了 不知道上到哪里去了 哎呀小伙子那一身穿的 浑身都散发的那种 用人堕落的气息 仿佛在对街边流浪汉说 Try me Try me I have all you need Just try me 就流浪汉都有点纠结了 说这不会有点太easy money了吧 最后还是一个玩说唱的大哥 走过来对我俩下手了 那很委婉 他说他是一个rapper 他在做他的demo 他的名字叫做Leo Martin Leo Martin 你一听就是个很街头的名字 他掏出来两张盘 问我俩的姓名 又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 突然间神色一变 一张盘二十美金 不给不行 就名字都已经给你写好了 我一下就知道完蛋了 我说真的擦不下去了吗 哥哥 但是在那一刻 我又明白了一个真相 就是你如果足够天真和懵懂 你就能够战胜你的怯懦 因为你真的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我学生满脸欣喜 说老师你看 多么动人的街头艺术家 多么美好的纪念品 然后他竟然问了一个 那个说唱大哥 我估计他踏入 强迈强迈这行以来 第一次听到了一个问句 How many do you have 大哥说 Pardon 他都被问出幻觉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是在曼哈顿 还是在义乌乌的批发市场 他都有些局促 说今天出来的 也是有点着急了 就带了二十多张 我去听说 那感情好啊 这不巧了吗 我们班正好二十多人 人手一张 好吧 今天你就给我写 把你这马克笔给我拧开 今天算你赶上了 我的小马丁 给我写 先写给我女朋友Jennifer DearJennifer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怎么这个forever还不会拼啊 FOREVER 你们这个说唱歌手 也得加成文化修养 好吧 接着写 Dear Maria I know you are Jennifer's friend But may I have a dinner with you 接着写 李小亮 Your球鞋 is fake 今天我投不来 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元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奇墨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门恩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课CP吗 对 真的有些人磕CP真的磕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啊 真的如果自己磕的CP磕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 磕到了 磕到了 好甜 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祝祝幸 这什么话这都是 真的怎么说话啊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 给别人祝祝幸 我都不知道是磕到了哪里 磕到了要害 真的 我们磕CP磕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 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吹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吹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课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 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本质上 就是我们父母大型磕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 分享他磕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这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 磕到了 磕到了 哎呀 好甜 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磕CP属于妄媒止渴了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的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吹婚 你们有人被吹过婚吗 真的被吹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吹婚的理由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 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宝藏吗 还是说我死了之后 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同我来摆上 好像不被人发现就亏了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 被人发现 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一样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怎么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成了 但谁能想到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的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吹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 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成禄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吗 我会跟他说成禄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乡亲角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吹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吹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地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相亲活动啊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2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 说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四开七天不喜欢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瓜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云 谢谢 谢谢 有的打 这组又激烈起来了 对 三 二 一 请 锁票 我觉得坐以待毙 说早了 可能不一定 还不一定 后面的人太强了 海员你这一段 这个就是前面那CP呢 我完全没听懂 但是这个死后被人发现这一段 对 这会儿抬杠出 我就太爽了 我回忆起了 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讲段子的那个路数 其实海员刚开始讲透露秀的时候 大家都就是他会发现一个 特别特别刁钻奇怪的角度 对 刁钻的你都插不进去 就是他说的这个话题 就是催婚这个话题 真的 一聊起来的时候 就容易特别婆婆妈妈 加上了一段 但是被他用这种方式一说的时候 真的太好笑了 他就是这个很清晰 但那个 你 柯CP那个你听懂啊 是吧 你说什么 我因为真不懂那套语言 那什么意思 我第一次听 什么那个 什么还死 你们都落后了 那全听懂啊 姐 真的 说的多好啊那段 把我杀了给别人住如性啊 这是真的 这不是你天的 这是真的话 当然他们说这时候 我不可思议 他们说这是真的 他们说大家就是这么样说话 而且他 而且他找不回来了 他说他说他们家猪也上头了 真的有人这么说 要要要要要要要 要 我以为是你编的一个特别荒唐的梗呢 我说 不是 你让海人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 胡说八道 我没有堕落 我只是去解读了一下他这句话 其实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这平台都可以看到 我拍灯就是因为 他后来突然说父母是柯CP的那个 对那个很好 不过那个点实在太巧妙了 对 非常好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太靠谱了 父母总是说你到什么岁数就该结婚 是不是 平均岁数应该平均结婚 那平均年龄就该死对不对 那是不应该的 其实说得太好了 那个段子 哎 冠军啊 冠军哪啊 听我话 先晋级 先晋级 不一定能晋级 晋级第一次说出了冠军 哎 哎 我们就是柳啊 花鸣 我们我们最开始也 因为那两位也很强 觉得宁可能 但是就刚才那两下 我们觉得真的是 哇 特厉害 厉害 厉害 恭喜海员获得了四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崇洛斯后边压力大了 是 同二是压力最大其实 海员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出色的一个 脱口秀的演员 铺垫的层次是挺丰富的 挺欣赏他的 接下来这位 就是确实是今年 反正从之前 线下比赛的成绩来看 是最强新人 所有人在选择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跟他再一组 掌声有请 同莫南 我觉得这场看好戏了 说实话 这也太精彩了 大家好 我是同莫南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 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成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 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再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蹲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夜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搞得大哥比我还着急呀 我俩面面相去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泰然妈妈微信名 檀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墨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 你做饭 两个巨婴 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妈呢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你准备了吗 你准备了吗 可以 可以 还是顶得挺高的 顶得挺高的 顶得挺高的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呦 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记得我头目来起来呀 可以 今年所有的新人第二轮都顶起来了 是 周希莫得顶了 又得 周希莫得顶了 周希莫得顶了 把那个凳子给周希莫摆上 对 谢谢童梦辰 三 二 一 掌声再次送给童梦辰 谢谢 谢谢老师 我听见他们俩惊到我了 他的这个观点和他那个观点 他们俩惊到我了 哪个点啊 真的 就是他刚才说 后面这段就是他妈妈说 死亡金属这个 嗯 真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惊到我了 你妈太牛了 对 在我妈的世界里 反正只要我不结婚 这个世界要少了一段 乏味蹩脚的婚姻 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 真的 双赢 你带我问你妈好 谢谢林强老师 谢谢 我妈特别喜欢 真的 这特别棒 这个 我妈 我妈以前也是 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 我妈跟那女的说 要么你再想想 哈哈哈哈 反正他们老劝那种莫莫其妙 我妈也是 就是比较了解你 他开心就行 对对对 莫楠的表演好 嗯 好厉害啊 好像第一场的时候 还有点 对 这回太酷了 对 第一场没表现得特别好 感觉还是对场子 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这回造起来了啊 今天已经变成主场了 对 这一次稍微适用 但也确实没辙了 就大家太强了 就我第一次感觉到 幽默原来是这么让人 恐惧的一件事情 就我上一次录制 我确实是吓到我 嗯 你也很强 他们看到你也害怕 我刚才 他也没说以前啊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说 真的 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形式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 嗯 现在你们剧场在哪 我以后来经常去看 正儿八经 看 太好了 欢迎啊 我觉得很好 我还在那个rock 听着音乐节 然后听到拜天地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真的 他的 那个点挺好的 他的情境构建得很荒唐 但是那个点都很准确 有道理的 用的词 其实我在想他用什么词 来收那一段 用的是拜天地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而且 那帮音乐节本身 就要就是这样 然后他又能想到这种 拜天地了 这样 恭喜莫兰获得了 四个领校园的拍照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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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莫兰进入等待区 我最喜欢的周罗瓣来了 周罗瓣来了 周罗瓣来了 好看 周罗瓣怎么又在这么难扛那个组 他能顶着他这段句好 确实厉害 他的演出节奏什么的还都是挺独特的 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多看童罗瓣的演出 这一组呢 确实有点死亡 最后这一位也是本场最后一位演员 我也不多介绍了 有请周罗瓣 听话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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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啊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龙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 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 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 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 躲落 有点躲落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 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就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 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种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儿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着点急吧 啊 三十三了 明年四十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 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 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哎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 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就 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 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我才意识到 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得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 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 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才看我心里 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 分手以后 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有点危险 周老板 有悬念 现在几乎有点难说了感觉 我不会那么选顾吗 给大神背上 我会吧 谢谢齐曼 3 2 1 请锁票 这一组 太难了 这也 这一组 听说周老板这次 那头排名又第一 同样的剧情在上演 去年就是那头排名第一 然后1V1V1的时候 又是第一个人上来说 我不行啊 后面有周期末 然后啪 就晋级了 然后我就被淘汰了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 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不会 静姐怎么样 天花板这怎么样 对 我觉得李淡 天花板怎么样 对 我觉得李淡 做了一件特有意义的事情 真的特别棒 我做四年了 我是看到每一个人 每一组人 或者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难 这个好难 这个好难 是我知道 这个很自我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我是一个 每年都很难 齐某老师的厉害在哪儿 她的天花板 您感觉这个天花板 是不是就是 我喜欢 我喜欢她的节奏 好 我喜欢她的节奏 她特别稳当 而且合适她的年龄 非常恒大 她只是看着了 我觉得她很双子座 真的 里面的小人都演出 都写出来了 对对对 会有两个声音 我好想知道 你这听完以后 其实你没有在想 你女朋友 前女友了 我过得好的时候 会想起她 不错 其实这一组 所有人都获得了 四个派灯 他们的命运 就交给观众了 请两位来到舞台中央 哎呦 看看吧 这个站着看 哎呦 最强一组 我觉得最稳的是童鸞南 童鸞南 对 凯元和谁看现场投票了 他这组最低的也一百七十多 看你 这一组太强了 这一组应该是本场 最势均力敌的一组比赛 强 所以也必然会诞生遗憾 让我们来看 谁会离开这个舞台 我演完 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希望吧 但是不一定是特别大的希望 就是等着看结果 我说完之后 我感觉就是票数不会低了 因为已经拿到了四刀 今天表现呢 其实不尽如人意 因为我对这个狗 其实不尽如人意 也很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马南也是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这一届新人最厉害的点就在于他们的纠正能力非常的强 马上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然后来势汹汹 其实很害怕 周期末我觉得就是一个表演类大师 我觉得他特别神奇是在于他并不像别的那帮人加一堆笑点 他只是很精准地重述了他当时的处境 然后就已经很好笑了 我觉得海元 童马南 周期末他们这组表演太精彩了 三个人都精彩 感觉就是总决赛的水準 要说点 做一代弊 那我走之前说几句吧 因为其实这一季我真的心里非常的复杂 我有一点不想参加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表现不太好 但是忽然一直在劝我说 你再参加一次吧 就是你去跑马拉松 不能因为你跑不过那些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你就不参加 因为其实我这两季其实对舞台是挺恐惧的 我有很多心理阴影 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在爬坑 今天令我高兴的是 我觉得我从这个坑里面差不多爬出来了 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感觉到不害怕了 看到观众和领校园是感觉到我们是很和谐很亲切的 然后我可能今年也会做更多的一些线下的演出 然后如果还有一些观众喜欢我的话 还愿意来看的话 欢迎大家来看我 谢谢大家 谢谢 加油 加油 这一场非常非常精彩 我不认为是爬坑 我觉得是上了一个新的小山包 希望明年的马拉松还能看到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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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有个高兴还好帅 来了一个盲人 所以在比赛嘛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80多了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直接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你别骗我 她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啊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这段节奏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四岁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全是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 变得不自信 就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 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 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 他打两份功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 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 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然后回到加赛照镜子一看 张柏阳 时间长了就导致我现在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 后来我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他们都下载了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 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游戏运动幽默 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既时尚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就跟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我去我去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爱是克制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比赛期间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跟赛场之间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擅长吃的苦都不叫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好我是童某楠 我经常感觉其实咱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焦虑 像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在过去连签证都停办了的一年当中 从事这个出国留学培训考试教育 真是给我焦虑完了 我们校长都要去房产中介里做兼职了 我这边还一边备战咱们的这个录制 还一边备我的语法课呢 我这边还主位一致平行结构呢 我们校长那边已经开始三十一厅南北通透了 我学生也很焦虑 就你感觉说好的留学变成了留在家里上学 两年的网课呀 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过去呢 学位证已经要寄过来了 还在那发邮件咨询呢 说When are we going to start our class 对面直接回复说 You have already graduated 好吧 Congratulations By the way Please stay in your country There is no need to come here 学生的计划被打乱 学生家长更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开一个公益的课程 就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家长还都很殷实 都是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看到 可能是我们教育界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发愁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克服人生中的焦虑 那课上的呀 我竟然都上出了一种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在课上还问哪 说为什么要来选择我们的课程啊 家长说佟老师您有所不知 走向成功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术都山河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面对焦虑 我确实很有心得 因为我童年其实学业都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就是 我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当年上课都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你在课堂上 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讲 但是你的思绪就能飘散到九霄云外 当年老师在台上讲着狐家虎卫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叫漫天的联想 我想着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在森林里 其他小洞我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说 这哥们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老虎心想说是 这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旁边打猎路过了曹冲 兴致勃勃 说嘿 我倒要撑撑这个大象有多沉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 准备开始撑 宝剑又掉水里了 在那琢磨说是这儿掉起它 底下又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金子的呀 等我缓过劲来 台上站的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莫南这个知识都学砸了 中国语言故事 被他祸祸的也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找找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啊莫南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说 又抱歉了 老师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儿 说来也巧 找着了 以为多难找呢 我就给你确诊了 好吧 后来当我注意力缺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可以以毒攻毒 用幻想来治愈我的焦虑了 生物课上我看着进化论 我就在那想 如果说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早最早被进化出来的一个人 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焦虑 因为我光想想 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就足够开心了 我每天就得美滋滋啊 我一口气站到了生物链的最顶端 这是什么样的阶层跃迁啊 I am a human being 飘了 膨胀了 看见猴儿心态都不一样了 随手就扔一个香蕉 吃去吧 Monkey 森林里办联欢会 我永远是那个压轴出场的大明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童某男 表演最高难度的街舞 直 力 行 走 那个时候 我相信我内心一定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要心满意足的做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 第一期我讲了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里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追求卓越 现在我内心就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 其实我北体毕业后 由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又去美国苦苦留学了两年 专业还是英语 严格来说叫做英语教育 我们专业很神奇 我们专业是唯一的一个 你都不需要毕业呀 大家就笃定 你不可能在美国找到工作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要在美国用英文 教美国人说英语 我都没有来得及去留学 我办签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排在我前面的都是学编程的 学金融的 他们都要安抚那个签证官 说你不要慌 毕了业之后 我一定会回到我的祖国 我不会赖在你们那里 我照猫画虎 我也是这么做的 Don't worry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ountry 签证官看了我的专业之后 哈哈大笑 说of course you will You definitely will come back to your country See you in two years 好吧 我的little brother 好吧 我的little brother 你先从帮来逛来 美国的治安也进一步加深了我温顺千和的品格 我那会出门一定要带上20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在脑海中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该如何第一时间把钱给出去 礼貌的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劫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劫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气势汹汹的走回来 我说终于来了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到话音落地 我叫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逛乌尔玛呢 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两个单词 U2 我那会我发现我跟美国同学也玩不到一起 他们都很彪悍 玩的都是极限运动 比如跳伞 他们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美好刺激的一面 我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那个伞打不开的一面 我美国同学还安抚我 说跳伞科学统计过 出事的概率大概就是十万分之一 但我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老觉得概率低不要紧 只要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早晚有一天 所以有时候我看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蹦下去都没事 我忍不住想会不会到了我这 我跟我同学路过一个跳伞基地 那个教练还劝我 他说我们这每年接待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一次事故都没有 我就在那算 我说每年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我说这不就是等我的吗 回国后 其实我也特别苦恼自己的胆小和怯怒 但是最近阴差阳错 我竟然发现了怯怒的力量 上个月我走在一个北京的胡同里 后面是一个大娘 骑着车就按铃催我 我也没听见 她就骂上了 她说听不见铃啊 你没长耳的呀 你往旁边让让啊 我扭过身 我发现大娘已经做好那种 昂扬的姿态 准备开始战斗了 没有想到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软骨头 我咔就一鞠躬 我说大娘 真的对不起您 是我没有走好 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就应该走在马路的旁边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屈服的过于迅猛有力 反正让对方都开始质疑 自己的人性 大娘满脸都是 说多么好的小伙子呀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干嘛要催他呀 我抵的挨肚 大娘沉浸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说小伙子 大娘不是人 年轻人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大娘给你开路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谢谢大家 肉食动物是 第八位 我们现在全场已经有八个人表演完了 所以第一位淘汰的朋友也已经出现了 请童木兰来到舞台中央 我们只有七个晋级名额 现在第八名的就要淘汰了 临走啊 跟我们说两句 就是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这个节目 然后我一直打心眼里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节目 就我其实挺难想象的 因为什么会讲笑话 然后就能跟大家来表演 反正我就感觉就 今天能扎这个舞台 我就特别不可思议 所以我特别感谢就是淡总 感谢小红老师 然后程哥建国 还有这些前辈演员们 他们的努力 然后竟然能够就是无中生有 就能造出这么一个 就是脱口秀的舞台 就是这个生态 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 然后 然后也特别感谢 就是所有参赛的演员吧 就是 我觉得能跟大家在一起 就是 一起奉献出这么多场精彩的演出 就是我的荣幸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是前几天 就是我还看了淡总写的 那个工作手册 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我看了很多遍 就是 就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能够让人 让我们能够在观众面前成长 然后我觉得 就是明年还会再来的 希望能给大家看新的演出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这点还酷呀 Are you ready? 一定集完 行为了